其实自己才真正是伤害自己 所以你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谁在伤害谁 你会发现到别人伤害我们的有限 自己伤害自己 那个才是无限 就一直在伤害自己 古人说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 一日之患 那么导师底下的解释是说 眼前的受损害受冤屈 在自己如法的进修中 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 唯有自己不向上 到死而得业无成 才是可忧虑的 那么就是说 你真正要担忧的 不是忽然之间 我们说别人伤害我们的是有限的 偶尔的 那么我们自己伤害自己 就是你那个习惯 你那个烦恼习惯 是经常的 经常性的 是连续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相续的 所以他这里 他说只有到死自己不努力 那么到死而得业无成 才是可忧虑的 他基本上就是底下这一段话 就是要解释上面这一句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患 那我们来看这个他的文 他是说顺人也 顺也是人 我义人也 我也是人 那么顺为法于天下 可传于后世 就是说顺他得业修行有成 他成为一个模范 那么他这种模范的流传后世 就是作为天下人的榜样 作为天下人的老师 就是成为天下人的榜样 大家都向他学习 因为奴家讲西圣西贤 西圣西贤 就是像 像圣人 神贤人这样 西圣西贤 就是学习圣人跟贤人 希望成为他们跟他们一样 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做学习 那通常文家是从尧顺开始说 尧顺与汤文武周公孔孟延回 通常是这样 那孟子当然就往前讲 那么从孔子 那孔子的学习周公 那周公的前面是五王五王 那前面就是摇顺 通常都以摇顺为止 那这里讲顺 那么佛教讲人人皆可以成佛 人人皆有佛顺 这个众生皆有佛心 众生皆可以成佛 那么奴家就讲人人皆可以为摇顺 其实是这样一样的 他说摇也是人 顺也是人 他讲顺也是人 我也是人 但是顺现在已经 顺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为圣人 成为天下人的模范 那么我由未免为乡人人 但是我也是人 他也是人 但是他人家已经成为圣人了 我还是一个平凡的人 乡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平庸的人 那么真正可忧虑的是这个的 适者可忧也 那么这个是真正可忧虑的 在忧虑什么 就是如顺而已 我没有办法像顺这样 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真正要忧虑的是 我 我们不是一直把心放在这个 这个烦恼的人身上 我们是要学佛的人 你却把重心都放在一个不学佛的人身上 那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那么就好像 那么你一个人 一直去跟一个小动物计较 一直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你不去跟大人学习 你去跟小孩子在那边争吵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那所以你应该要往上 向上看 你不要往下 向下 向下去学习 你要学的是在你前面的人 你不是要学那一些伤害你的人 所以你去跟他计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这里就是 那么 忧之如何如顺而已 就是不能像顺一样 就是这里 忧之如何如顺而已 就不能像顺这样 那么 非人无为 非理无形 就是说 跟仁爱违背的事我不去做 跟理智违背 就想理 就是不合理的事我不做 那么不慈悲的事我不做 就是说 不对的事情我不做 不忍 不义 一般儒家是讲不忍不义 那么 非人就是不忍的事 不忍不道德的事我不做 那么不理 非理 非理誤事 非理誤言 非理誤听 非理誤行 那么 非理的话 这个理如果佛教来讲就是 不符合规律 不符合戒律 不符合法律 那么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这个行为 那么不合规矩的 那么这一些我也不做 就是说 非理无为 非理无形 那么我已经这样努力做了 如果还有 如有一招之外 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被伤害 或受到伤害的事 那么 这个这样 就是说 我已经努力做到我应该做的 那么如果还有突然而来的伤害 那么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个就不是我的错 因为我已经做到我应该要做的 这个不是我的错 也不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我已经尽量避免了 我已经尽量避免不去照做那个因了 不去照做这个事了 可是我还是遇到了 那个就不是我的错了 那么你应该避免 你没避免 那么你当然会遇到 那时候我已经做到我应该做的事 我已经尽了 就好像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 做到我应该做的事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 那这个责任就不在乎 那我就不用这样过爱 就是我会坦然面对 不会以为是祸患 不会 这个不用在乎 因为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事了 如果我还是有过患 还是有在乎 那么这个就表示 是我不能避免的 那佛教里面也有 他就是安心受业 不在照 他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奴家基本上就是说 有一朝之患 就是我有终身之患 无一日之患 或一朝之患 突然而来的 这些我不担心 我担心的不是被谁伤害被谁伤害 这个都是暂时的表面的 我担心的是我的道业没成就 我不能像佛那样 那这里是不能像圣人那样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 牺牲失险 乘胜乘险 我的目标不是向他看起 我不用跟他计较 那么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 但是我担心的不是 我现在因他而受苦 我担心的是我没有办法 那么学习到像圣人这样 那么这个是我应该要担心的 所以这个叫做 君子有终身之悠 而无一日之患 那导师百话的解释就是 其实就是 那么暂时的 眼前的就是暂时的 暂时的 只是偶尔的 那么这样受损害受冤屈 那么其实你不用担心 应该受就受 有那个业就要那个受 有那个缘 那么我们受了之后 那么我们不再造心的缘 以后受的机会就更小 更少 更轻 就是这样 我已经努力做到我应该做的 那么所以自己如法进修 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 就是说 那你努力 比如说 就算你做得很好 也有些人会怎么样 会毁谤你 会伤害你 会的 不是不会 佛陀也被毁谤 只是说 不容易伤害他 人家也要伤害他 那舍利佛目见人 有几个专门毁谤他的 真的 德雷莎也一样 有一个人专门写书来毁谤他的 也一样 不管你做得多好 不管你做得多好 都有人 不看到你 或是会伤害你 不管你做得多好 就算佛陀也没有办法 获得多数人的赞叹 但是就是说 气质上的弟子 也不一定每个都站在他 很一样 还有人要伤害他 还有人要毁谤他 神力佛目见人也一样 也一样 也中文叫毁谤他的 那所以 但是这一些都会怎么样 都是暂时的 因为你真的就是好 人家带 就算是暂时误会你 因为受到这一些人的毁谤 来误会你 终究会水落石出 会发现到你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 没有不被了解 恢复的 就是恢复你的名运 恢复你的利益 就算他 我要告诉你 有福报的人 就算他来伤害你 剥夺你的财产名位 一下子你就恢复了 真的 有福报的人 右手 右手 就是从右手被抢出去的 他会从左手再收进来 真的 有福报的人 有福报的人 从右手被抢出去的 会从左手再收进来 没有福报的人 从右手抢来的 会从左手再流出去 祸备而入者 亦备而出 一切就是这样 言备而出者 亦备而入 这以前的人讲的 这个很像是 上一本书讲的 有文 李济讲的样子 有福报的也是这样 福报跟没有福报的人 不是你的 你硬抢来的 左手来 就右手出去 该是你的 右手被人家拿出去了 从左手还会再收回来 真的是这样 你的名誉也是这样 暂时把你盖住了 一下子就恢复出来 而且恢复出来 更亮 你都不会这个辩解 或是说 大家误会你那么深 原来你是这么好的人 就更尊敬你 你的名声就更大 通常是这样 应该是李济的 我忘记是哪里 握备而入者 一备而出 眼备而出者 一备而入 这个其实就是云果 就是你这个东西 包括你的名声 这个祸其实就是钱 钱财 那你不合道理的 不合规矩的 就是不合理的 你用抢 用偷 用骗 用拐 那么这样而拥有的 而进来的 那么你也会因为莫名其量 因为生病 因为车祸 因为什么 莫名其量你就没有 就不见了 被偷 被抢 被骗 一样 而且有些还是概念 要拿出去的 不拿都不行的 那这个一或被而入者 一被而出 就是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你也会莫名其妙 不正当的手段就出去了 那么言也是怎样 你讲出来的不好的 那么你收回来的也是不好的 你骂了你就会被骂 类似讲怎样 你刻薄 刻薄成家李云九小 就是这样 就是你讲的话很恶毒 那么你收来的 你就会遇见那种很恶毒的人 莫名其妙的骂你 就会这样 因为那个就是遭感 同样的缘 同样的气息 他们会遭感同类的 那么你非常喜欢布施的人 你就会遇见那些喜欢布施的人 那么在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遇见那一些 很喜欢布施的人布施给你 那么当然 那个是因为你之前有一些议员 如果你很有福报 那么你还是会遇见这一些人 来互念 互持你 你要做善事 要做什么 要是要帮助众生 还是会有很多人互念 那么捐给你 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 这个是儒家里面的 那么一样跟佛教里面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君子有终身之佑 无一略之患 那你不要对眼前的伤害 那么太在意 你在意的是未来的 所以叫说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那么你要 你在意的是 你不要太在意这一些 暂时的 短暂的 偶尔的事情 不要在意这些 你有你的规划 你有你高瞻元祖 就是你要像佛那样的 所以你不跟这些一般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伟大的志向 那你不用去跟他在一般见识 那所以他这里讲 唯有自己不向上 到死得月无成 所以这个就是终身之佑 就是你都没有成就 你学佛学那么久 所以你学佛学那么久 你还跟一个不学佛的人 在那边计较 那你有学跟没学还不是一样 他没学也跟你一样 你有学也跟他一样 那你到底学了什么 你到底学了什么 你有学你也不能忍 他没学也不能忍 你有学想烦恼就烦恼 他有学也烦恼就烦恼 你有学也不能控制烦恼 他有学也不能控制 他没有学也不能控制烦恼 那你学佛到底有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都没有 那你就不用学了 因为你学跟不学 你有学跟他没学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烦恼 一样的不会觉察烦恼 不会控制烦恼 不会调腑烦恼 跟不要讲断除烦恼 你就不会啊 那你到底学来做什么 其实你就要知道 这个才是可忧虑的 所以依佛法不要说是一日之欢 就是一生的冤逸趋入牺牲 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 这算得什么 那么像尹默士大师里面 像那个汉山大师叫做厉害 汉山大师呢 尹默士大师 汉山偶依 廉耻 直播 大概只有凌齿大师好一点 其他都很凄惨 其他 偶依大师是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没有不病的 病起来很厉害 看你用过 那汉山大师不是 汉山大师不是生病的问题 汉山大师是一直被冤枉的问题 一直被破坏 一直被冤枉 那么常常他不是穿生衣 他常常是穿球衣 球衣是被囚禁的球 不是打球的球 是穿那个球衣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也没有怨恨 这个厉害 他还是一直保持在佛法上 甚至他被压解 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地方 压解到一个地方 那么他停 那个停在 因为压解他的人也很敬佩他 即使是压解 但是他还让他穿着球衣在缩法 他一样在缩法 这个厉害 他也不会说怨恨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纠摩罗斯 纠摩罗斯也厉害 纠摩罗斯他本来是在秋之国 然后因为他名声好 他十岁他就开始跟人家讲坚勇 很年轻他就名正秋之国 那么但是就是 大家听到他的名声 然后又去把他请过来 结果请到半路没有请过来 就在梁州那边 就把他扣在那里 因为要把他请来的人 他的国家已经灭了 所以他就在那里待了十几年 然后刚刚没有发挥 但是他也 他就没有过来 他就在那里学习 学习语言 因为那里是西域 那么很多来往的人 他就在那里学习语言 十几年 十七年 十七年的样子 十几年都留在那里 你看你一个本来是大家恭敬 而且你是一个 大家抢着要请你去奖金的人 忽然之间被关在一个地方 十七年 因为不能发挥 你看你怨不怨 埋怨不埋怨 你学了那么多 都没有办法作用 因为他不让你讲 那你就被扣押在那里 因为要请你的人 他已经死了 这个派去的将军 他根本就不 他根本就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他也没有学佛 可是他的国王死了 他又回不去 所以他又不让你回去 他就把你扣在这里 十几年 但是他就借这个十几年 开始训练他自己 语言 所以后来过了 人家又把他请过去了 他就开始发挥他的力量 他就算这一生他都没有发挥 他也不冤枉 他内心一直掌揚他的德性 下一辈子再来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 所以 因为修行是很长远的事 所以他这里讲 不要说一律之坏 那中国人是四十几年 四十几年 那就算是一生 一生 像憨撒大师就是一生 他后半生都是被关的 就是都没有被放出来 然后他就是 他也是德恨很高 学位很好 修行很好 但是最后就是也是被约往 就没有办法 但是他的表现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他就算被关 他也努力扮演好他的出家人的角色 这个就厉害 如果是我们 我们就会开始埋怨 为什么我都这样做了 我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就会不甘怨 那么你会心里面想 菩萨 诸佛菩萨 你都没有看到我在做的事吗 你没有看到我为佛教 我一生都献给佛教 我为佛教这么努力 你还让我发生这种事 一般人就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没有算什么 这个没有算什么 所以他说就算是一生的 冤意屈辱牺牲 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 这算得什么 你真的好想 好想就确实 因为我们执着太 太 我们执着在太多 太维系琐碎的细节里面 那些根本不要太在意的东西 你都太在意那些 你一生的精力 一生的精神 都耗费在那一些 芝麻蒜皮的小事上 我们看起来 这些都不算什么的事上 你不要太在意 一句话 你也可以期那么久 一件事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哽在心里哽那么久 那么这一些 那你的心都被这一些占据了 你的力气都花在这些身上 你拿什么力气 用什么心来修行 没办法 你当然没办法 你拿什么来控制你的烦恼 拿什么来觉察你的烦恼 没办法 你的心都注意在这些事上面 力气都花在这些上面 那当然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现在要转换来 所有的力气 所有的心思集中在 怎么样让我自己 向着成佛之道前进 把心思把力气 花在这些事上 其他的 其他的 大概大概就好 知道了就好 知道 他骂我 骂我 我知道了 骂我就骂我 我不骂他就好了 那些像这样 那他说我坏话 他说我坏话 我不说他坏话就好了 那你这样 你就把这些转回来 我告诉你你就修行很快了 真的 你会发现到自己的挂爱越来越少 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少 自己的痛苦越来越少 真的 心心讲的 无瓜爱故 无忧恐怖 眼里颠倒梦想 那么你就能够怎么样 趋向灭牌 解脱 自在 你会发现越来越自在 那么以前不是 一句话也可以让你暴跳如蕾 一件事也可以让你耿耿以怀 那么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一个态度 就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想 你那个废勤万实 都不是因为你在有功 都是在起烦恼 废勤万实都是因为 看不惯 听不惯 想不通 都是在起烦恼 废勤万实的 你看 多冤枉 把力气就好像把那个珍珠拿来打小鸟一样 那个珍珠你拿来打小鸟 你看多冤枉 那么有价值的心 那个珍珠是你的心 你手学习的佛法 那么你不好好的 那么来彰显它的价值 你把那个沾堂木拿去做成木炭 你看 损失了它的价值 那你不会运用佛法就是这样 没有智慧 所以你想清楚了 你这个忍路其实不容易修 但是不容易修都是因为 你没有想清楚 道理想不明白 道理想不明白 所以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在那边转 转不出来 偶尔好一点了 然后又回来 像海浪一样 天天在那边潮起潮落 煩惹来煩惹去的 那么有时候轻有时候重 没有一刻不煩惹的 有时候煩惹比较轻一点而已 所以你想清楚了 其實慢慢你就會越來越自在 世間有很多事一直在發生 但是這些事能夠影響你的越來越少 能夠讓你探苦的越來越少 真的 你會發現到確實是這樣 那是因為你朝著佛法前進 所以他說 在無盡的生死過程中 這算得什麼 運順導師也一樣 運順導師為了紅角佛法 也被冤枉 還被人家查 那麼他也沒辦法 那麼甚至接受到跟那些所謂的傳統佛教 因為認為運順導師破壞傳統佛教嗎 傷害傳統佛教嗎 因為他講的是 這個是其實是以佛陀為主的 跟祖師講的不太一樣 然後就很多人很多人破壞他傷害他 甚至有些人尊敬他 那麼讓他去做佛教會的代表 那麼有些人也嫉妒 那麼也在傷害 不要放兩件傷害他 那如果他看不開 那麼他的心力就在這些上面了 沒有他的心力不用放在這邊 放在怎麼把佛法釐清楚 寫很多印度佛教師兩史 講經 然後把很多佛法的道理講清楚 書 你看那些黑皮書 初期大勝 十七年離開場 這些都是他用盡心力 他沒有把心力用在那一些人士這些聖言上 如果用在這邊 你那法就煩死了 哪有心血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那你剛剛心力都花在這那裡了 沒有 心力發在佛法上 發在自己的用功上面 這樣才有意義 那這個才是 才是你學佛的目標嗎 你是要學佛嗎 不是要學眾生嗎 所以你不是他講什麼你就聽什麼 他講什麼你就在意什麼 佛講什麼你要聽什麼 佛講什麼你要在意什麼 這個比較重要 你要去思維佛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 你常常去思維你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應該要思維佛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佛這樣講我們要怎麼做 你常常把心力發 把心力發在思維佛法上面 而不是思維世間的人 那一些惡言惡語 那一些沒道理的話 那一些煩惱話 煩惱話你那麼在意 煩惱人講出來的話 當然沒有好話嘛 還用講 他都生氣 他都起煩惱了 他哪裡會講好話 那你特別在意那一些煩惱人 講的煩惱話 記得清清楚楚 那麼佛陀這些祖師大德 這些佛菩薩講的話 聽一聽就忘記了 那你看 那到底是 到底是 你到底是學果在學些什麼的 應該記得你不記得 不應該記得記得那麼清楚 所以你要反過來 現在要反過來 想清楚了就好了 所以 那麼唯有不能去向佛道 永遠的在生死中 投出頭目 就是沉淪啊 這才是可悲哀的 那麼 所以不要跟這一些 生死的眾生計較太多 因為你就跟他們一般見識 所以不應該稱憤報復 而應該安忍 而且向怨敵稱憤報復 並不是救 是恢復已受的損害 就算你報復他 只是讓他跟你一樣痛苦 你並不會抹平你的痛苦 並不會 那麼你已經受的損害 也不會救有 而且就好像說你被罵 那你就罵他 那旁邊的人就看到 他不會看到說你有勇氣 有勇氣說 兩個人在嘲笑 他只是這樣講 那麼不忍而稱憤報復 突然使自己與他人增長種種的憂苦 向他 向他報復 他當然受到憂苦 而自己稱心發作 身心煩躁不安 有時會不顧一切 造成更大的錯誤 造致更大的損害 以怨報怨 這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所以不可怨以怨 那麼就是以怨報怨 忠以德修行 這樣你怨怨相報 沒有辦法休息 就是淵淵幫我們說 淵淵相報何時一樣 所以要解淵是解 就是這樣 行忍得席願 此名如來法 除藥經裡面說的 就是法俱經 他說 休息不思慈見 好不容易 但由於一念的不忍 稱分心發 全都被摧毀了 那麼這個故事也很多 就是有很多人 那麼用了很多的時間 那麼培養了很多的這種技能 結果因為一死都不能忍 殺了忍或是發生什麼事 他這一切都用不到 在監獄裡面用不到這些嗎 或是死了就怎麼樣了 就類似像這樣 那麼你就 即使你費了很多時間 比如說你費了很多時間 從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到大學畢業 然後或是在讀大學 之前不是常常發生這個 有一個也是因為 好像是感情的問題 他不能忍 結果就把那另外一個人殺了 那你看 他的父母從小讓他培養 從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這樣一路培養上來 花多少精神 花多少精力 他自己也要花很多精神 你們讀過書的都知道 他們都要很努力 讀了那麼幾十年 才讀到大學要畢業 結果因為 感情的問題 然後心裡面氣不夠 就殺了人 你看 這麼長久 培養幾十年 從國小 從國小 以前我們很少讀幼稚園 現在的人幾乎沒有 沒有那個不讀幼稚園的 大部分都有 那以前我們很少讀幼稚園的 就是從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就六年了嗎 高中在三年 九年嗎 大學在四年 十三年 至少十三年 你要讀四二年 至少是十幾年了 那麼十幾年這樣努力讀書 你還要努力讀才可以讀到大學 以前讀大學是不容易的 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的升學率不多 一百個人大概有十個人 十幾個人已經很厲害了 以前讀大學好像重壯人一樣 尤其鄉下 那麼現在沒有了 但是你看讀到那個時候 那麼要多努力 要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錢 花很多精力 還要自己有那個天賦 你才可能讀到大學 結果一讀到大學變這樣 甚至大學畢業之後 創業 創了很多的業 那一時沒有辦法控制住 又殺了人 我做了一些什麼 那麼你還不是一樣 整個前程都毀了 你用那麼久培養起來的東西 一把火 就像你蓋房子蓋了十幾年 結果一把火就全部燒掉了 就這樣 一個地震全部壞掉了 那麼這個就很划不來 忍一下就過了 所以他說 這個增長就是向他報復 他當然受到有苦 而自己稱心發作 身心煩躁不安 有時會不顧一切 造成更大的錯誤 遭致更大的損害就是這樣 好 那麼他前面講 他說 修吉布施慈見好不容易 但由於一面的不忍 稱分心發 全部都被缺換 就是在說前面這些 如說 若有稱會諸佛子 百劫所修師界上 一剎那且能頓患 這個是陸中論說的 後面註解有 所以形容稱是火一樣 能焚燒一切功德善根 就一般我們說的 一念稱心起百萬丈能開 一念稱心起火燒功德靈 都在講這個東西 稱是所有煩惱裡面 最要先對峙的 要最先對峙的 到遇見天理上 撐就扶住了 遇見天的天人 撐就扶住了 你傷害他 他也不會報復你了 他護持你 他看見你不能護持 他就走了就死了 他也不會傷害你 但是那個夜叉就會 夜叉他護持你 你不長進 他就修理你 他還是有真正心的 天人有 但是他跳扶住 扶住了 那麼阿修羅找天人打仗 阿修羅真正心就強 阿修羅找天人打架 阿修羅被打敗了 天人也不會處罰他 天人用五欲之手 五欲的繩索捆綁他 不是真的捆綁 五欲的繩索就是 給他吃好的 穿好的 叫天女來跳舞給他看 讓他忘記在娛樂 忘記什麼 忘記要報復 就好一點像曹操給官公 上馬金下馬銀 賞之很多東西 讓他不要跟他做盾一樣 這個天人他基本上 因為他五欠十善 他十善修得過 那種心性調伍得好 但是他沒有斷稱那些 他從人來說 因為他境界好 他所遇的願證會不多 那人就不是 他沒有挑 他五欠十善沒有那麼厲害 除非你菩薩再來 當然有些人是有的 有些人從天人下來 他依然保那個善限 對於別人傷害他 我就遇見過這種人 那麼可以想見他是從天人下來 他遇見別人傷害他 無理的 那麼他也不報復 然後他曾經借過就是說 他很相信那個人 因為他很相信那個人 他們拿了一千多萬 請那個人幫他買房子 結果那個人沒有幫他買房子 把他的一千多萬吃掉 他竟然也不生氣 他說他這個人 然後他借錢給那個人 那個人 當然他前提是他也要很久錢 錢也要他很久錢 他可以這樣老實也了不起 他借錢給那個人 那個人不還他 結果後來他們兩個人 因為這個錢的問題 這是夫妻 他們的夫妻跟他借錢那個夫妻 因為這樣要吵架 他要離婚去找他 他說你們不要離婚 我給你們錢 你看他這個人真的厲害 這個真的是從天上下來 他保持有那一種天人的善限 他也有福吧 但是有一些天人也不是一定有福報 不一定 因為要看他剩下的福報 余福有多少 但是他那種善限 你可以發現到 他是有那種善限 就是他 就算會報復也很小 不太會報復 而且很容易起怨憫性 但是你就是要 時常養人這種心 不報復的心 就是只報恩不報仇 只報恩不造仇 但是小人通常只報仇 不報恩 有怨必報 但是有恩不一定報 可是善人的習慣性就是 有恩必報 受人點滴有權你報 但是有仇不報 那麼這個就是你要必須要解決 因為你養成的這種德性 最終受利益的還是你自己 因為你會跟這一些喜歡記仇的 喜歡報仇的人 不太會相見遠離 升到天上去 根本就沒有這類人 這類人沒辦法升到天上去 這類人沒辦法升到天上去 那麼你越高的天 當然就越遇不到 你的境界越高 得險越高 你遇見這種人的機會就越少 就好像你的環境越乾淨 你害蟲 那麼這些蟑螂 老鼠 螞蟻 闖入的機會就越少 就算有也是偶爾會 因為他也待不住 他不喜歡那個環境 一樣的道理 所以稱恨心是煩惱中最重的 因為他的過患最大 引起的副作用跟後遺症最大 其他的煩惱不一定 但是稱恨引起的副作用跟後遺症最大 所以九十六節中 就是九十六種煩惱裡面 他是最重的 要最先對峙 很多人會下三二道都是因為稱 提伯達多就是一個例子 都是因為稱 那麼所以這個稱是火一樣 能焚燒一切的功德善根 一定要痛下決心修忍入 你不能忍 當然除了忍之外 你要有智慧去調伏他 我們說這個忍 一般人忍就是心上插一把刀 不是啊 不是插一把刀 這個忍 插一把刀你很痛苦嗎 要忍嗎 不是 那個是一開始 真正的忍是有智慧的 所以真正的忍 後面的就是無聲乏忍 你真正的忍是有智慧的 你要調伏他的 你不是那種壓抑式的人 壓抑式的人也會生病的 後面再來說 那麼真正的忍是 你有智慧調伏你的煩惱 那麼找出煩惱的根源 那麼你就算會起煩惱 因為你明白道理 那個煩惱不會延伸 不會擴大 不會相許 重點不會延伸到其他地方 那麼不會擴大 越來越煩惱 那也不會相許 煩惱很久不會 那麼這個是忍 一開始是壓抑的人 但是你不能一直壓抑人 壓抑人也會生病 而且會爆發起來更嚴重 所以你這個忍是有智慧的 上面那一把刀不是插在心上的 是放在心上面來隔絕煩惱的 斷除煩惱的 調伏煩惱的 忍的上面有一把刀 一般我們就說 這一把刀是插在心上 要像這樣忍 這樣忍忍不久 這樣忍忍不久 那一把刀是智慧劍 明書普查的智慧劍 智慧之刃之劍 它斷 它不是插在心上 它是來斷煩惱的 割斷你的煩惱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把人想成是 這個心插一把刀 不是 這個刀保護這個心 這個刀保護這個心 不受煩惱傷害 不是用這把刀來傷害你自己的心 然後在那邊忍忍得要死 忍到咬牙切齒 忍到痛不欲生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的人沒有辦法持久 沒有辦法持久 這一把刀 鋒利的刀 是來保護你這顆心的 這個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忍最重要還是要有智慧 你要去理解 就是前面跟你講道理就是這樣 不能這樣忍就好了 咬牙人就好了 不是咬牙人 那麼 所以你要學習明白那個道理 前面講的那些都是道理 那你要知道這個人是有煩惱的 他不得已 他是受煩惱逼迫的 你用如理思維 如實觀察 那麼你慢慢慢慢你就有智慧 你的刀越欲 那個心保護的就越好 越不受煩惱 那麼你智慧越高 智慧就是不起煩惱的能力 控制煩惱的能力 調伏煩惱的能力 斷除煩惱的能力 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有智慧你就不容易起煩惱 你沒有智慧就從你常常起煩惱 看得出來 你沒有智慧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忍上面那一把刀 不是傷害自己的刀 傷害自己那顆心的刀 插在心上的刀 是放在心上面斷除煩惱 保護你這顆心的刀 那你要知道 所以忍能夠保護你了 讓你不受稱守什麼 守傷害 所以你要下決心修人 假設能夠知道稱恨的過失 所以你要有道理啊 道理從哪裡知道 第一個前面講 你這個什麼是煩惱 那麼這些煩惱是 這個人之所以傷害我 是因為他自己沒有辦法 控制他自己的煩惱 那麼如果我沒有辦法 那麼我也會像他這樣 就是我會有什麼樣的過失 你把這些道理都想清楚了 所以他說 假使能知道稱恨的過失 安忍的功德 多多的考察 一定要如理思維 好好想 所以我們講 要如實觀察 要如理思維 那麼智慧以理智來制服 稱憤煩惱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所以用理智來制服 稱憤煩惱 這個理智就是 那個臉上面來把刀 保護你的心的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展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